台南传出幼儿园交报原疑似虐童案联合报系记者修瑞银翻社分享 台南市永康区一家幼儿园传出疑似虐童 台南市政府社会局今天约谈幼儿园两名已离职的当事人 但现阶段无法确认是否虐童有待调查厘清 这集似虐童案 两岁陈姓男童的母亲3月4日向警方报案后引起关注 陈母体验伤单证时儿子头部外伤及疑似脑震荡 另名女童也传出疑似遭过肩衰 两名家长都向警方提告 台南市政府社会局家庭暴力巨性侵害防治中心主任郑妙君 今天告诉中央社记者家暴中心人员 今天已约谈幼儿园两名当事人当事人的说法和家长不一样 有待调查厘清 台南市政府教育局主任秘书蒋明娟也说 教育局3月1日获报后2日就对这所幼儿园展开调查 但原方否认虐童 幼儿园两名当事人2月28日就已离职 他表示教育局105年曾接获家长投诉这家幼儿园有类似不当管教情势 教育局将对此案在调查确认 一旦属实将依幼儿教育及照顾法开罚 教育局105年宝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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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宝